窗边的小豆豆 在走进新学校的大门之前,让我先来说明一下小豆豆的妈妈为什么感到不安。 那是因为小豆豆虽然才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,但她已经退过一次学了,才一年级就被退学了。 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,班主任老师把小豆豆的妈妈请到了学校,直接了当地说, 您家的小姑娘在这里上学的话,整个班级的学生都会受到干扰,请您把她送到别的学校去好吗? 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叹了一口气,接着说道,真让人没有办法。 妈妈大吃一惊,到底是什么事呢?能让全班的同学都受到干扰,那孩子到底干了些什么? 老师眨了眨向上卷起的长睫毛,又用手礼了礼向礼卷取的短短烫发,开始说起来。 先是,山客的时候,她把书桌的盖子开了关,关了开,足有上百次。 我对她说,没有事的时候,不要总是把书桌开开关关的。 于是,您家的小姑娘就把笔记本、文具盒、课本等等,一样一样的全部放到书桌里面,然后又把它们一样一样的拿出来。 比如说,听写的时候吧,她先打开书桌的盖子,取出笔记板,然后立刻啪哒一声关上盖子。 接着,马上又打开盖子,把头钻到里面,从文具盒里取出铅笔来写A字,匆匆关上盖子,写了一个A字,但是可能写得不好,或者写错了吧。 只见她又打开书桌的盖子,再次把头钻到里面,找出橡皮来,关上盖子,飞快地擦起来。 然后,又匆匆地打开盖子,把橡皮放进去,再把盖子关上。 接着,她又把盖子打开,原来,她只写了一个A字,就把文具一样样全部放回到书桌里面,先放回铅笔,关上盖子,再放回笔记本,再关上盖子,就这样。 然后,接下来写A字的时候,她又如法抛制,取出笔记本,铅笔,橡皮,没写一个字,桌子盖都在我的眼前开开关关,看得我眼花缭乱,我的头都晕了。 可是,她每一次开关,都是有事要干,我也不能说不许那样。 想到当时的情形,老师的睫毛飞快地闸动着。 听到这里,妈妈有些明白了,为什么小豆豆要那样把学校的书桌盖子开开关关? 她想起来,小豆豆第一天放学回来后,兴奋地向妈妈报告, 哎,学校就是了不起,家里桌子的抽屉是这个样子往外拉,可是,学校的桌子却是把盖子往上提,就像垃圾箱的盖子那样,不过,要光滑得多,桌子里装得下好多东西,棒极了。 妈妈眼前好像出现了小豆豆的样子,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桌子,觉得特别有趣,就不停地开开关关。 这样的话,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,而且更重要的是,等她对桌子渐渐地习惯了,就不会再那样不停地开来关去了。 妈妈这样想着,对老师说,我一定让她好好注意这一点。 可是,老师略微提高了一下声音说,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,还没什么。 妈妈的身体向后缩了一下,老师把身体稍微向前叹了叹,说,好不容易等她不再把桌子弄出声音来,这一次,她在上课的时候却站在那里,就一直这样站着。 妈妈又吃了一惊,问道,您说站着,是站在哪里呢?老师有些生气地说,站在教室的窗子旁边。 妈妈还是弄不明白,接着问道,站在窗子旁边,她在干什么呢?老师的声音像是喊出来的,她是为了和宣传艺人打招呼。 把老师的话概括了一下,大致是这么回事。 第一个小时里,小豆豆不停地把桌子弄得啪哒啪哒响,这之后,她就离开桌子,站到窗边往外看。 老师想,能够不出声音已经很好了,愿意站在那里就站着吧。 哪知道小豆豆突然朝外面大声喊道,宣传艺人! 原来,这间教室的窗子对小豆豆来说非常幸运,面对老师来说却很不幸。 窗子在一楼,而且正对着大陆,和大陆的分界只是一排矮矮的绿色灌木篱笆。 所以,小豆豆可以轻而易举地和路上的行人说话。 就这样,过路的宣传艺人们听到招呼,就来到了教室跟前。 小豆豆高兴地对教室里的学生们叫道,他们来了! 正在上课的小学生们呼啦一声,全部向窗子拥去,嘴里都大叫着,宣传艺人! 接着,小豆豆对艺人们恳求道,哎,给我们表演一个吧! 艺人们经过学校的时候,本来是把乐器声都停下来了,可是,难得小学生们这么恳求,他们就又开始了盛大的演出,顿时,单黄管呀,针呀鼓呀,还有三弦什么的一起响了起来。 这时候,老师怎么办呢?除了一个人站在讲台上,等着演奏告一段落之外,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老师只能安慰自己,忍耐一下吧,只要等一支曲子演奏完就好了。 总算一曲终了,艺人们走远了,小学生们纷纷回到座位上,可是,令人吃惊的是,小豆豆仍然站在窗边不动。 老师问,为什么还在那里呢? 小豆豆非常认真地回答,要是再有别的宣传艺人过来,不跟他们打招呼可不行啊,而且,刚才的艺人们又回来的话,我不在怎么能行呢? 这下子,您知道他为什么没法上课了吧? 说着说着,老师有点激动起来,妈妈也觉得,的确,这样的话,很让老师为难。 这时候,老师又把声音提高了一点,说,还有,妈妈不禁又惊讶又羞愧,向老师问道,还有别的? 老师立刻接着说,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事能够数得过来,也就不必请您让他换一所学校了。 老师让自己平静一下,看着妈妈,说道,就是昨天的事,他还像原来那样,站在窗子旁边,我以为他还在等宣传艺人,就照常开始上课。 突然,他大声叫道,你在做什么? 好像是在向水询问什么,从我站的地方,看不到他说话的对象,我正想着,会是谁呢? 这时候,他又大声问,哎,你在做什么呢? 这一次,他不是对着大路,而是朝着上面说话,我不觉留意起来,想,能不能听到对方的回答呢? 一边仔细地听,但是对方没有回答,即便如此,您家的小姑娘还是一个劲儿地问,哎,你在做什么? 这样实在没法上课,我走到窗前,想看看他在跟谁说话,我从窗口探出头像上一看,原来是燕子,燕子正在教室的屋檐下面做窝呢,他是在和燕子说话。 我也不是不懂孩子们的心思,我并不觉得和燕子说话有什么可笑,可是,我觉得上课的时候,还是不要那么大声地问燕子,你在做什么为好。 还没等妈妈开口道歉,老师又接着说,还有这么一件事,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,我说,请大家画一面国旗,别的孩子都在绘图纸上画了太阳旗, 可您家的小姑娘却开始画军舰旗,就像朝日新闻上的那样,我想,她既然想画这个,那就画吧,可是,她突然开始在旗的周围,画上了好多穗子,那穗子就是在青年团之类的旗子上坠着的那种。 即便这样,我想也罢了,她可能是在哪儿看到过这种穗子吧?可就在一眨眼的功夫,她把黄色的穗子一直画到了书桌上。 本来,绘图纸上画了旗子就差不多满了,没有什么地方来画穗子了,可她还是用黄色的蜡笔,痴痴地往上画穗子。 穗子漫过了绘图纸,把纸拿开以后,桌子上便留下了深深的黄色锯齿痕,无论怎么擦都弄不掉。 还好,锯齿痕只在三个方向有。 妈妈的身体向后缩去,积极地问道,只有三个方向。 老师看上去已经有些疲惫了,但还是很亲切地说,左边画的是旗杆,所以,旗子留下来的锯齿痕只在三个方向有。 妈妈稍微松了口气,说,啊,那么说只有三个方向。 老师用非常缓慢的语气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, 但是,旗杆的一端,还是跃出了绘图纸,留在了桌面上。 接着,老师站了起来,很冷淡地结束道。 而且,不仅我一个人感到麻烦,隔壁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,也觉得很受干扰。 妈妈不得不下决心了,确实,这样的话,太影响别的学生了。 看来,只能再找一所小学,把小豆豆转过去,想办法找到一所能够理解这个孩子性格的学校,能够教会他和大家一起学习就好了。 就这样,妈妈开始四处奔波,寻找新的学校。 这次要去的新学校,就是妈妈刚刚找到的。 妈妈没有告诉小豆豆这次退学的事情,因为,即便和小豆豆说了,她恐怕也不会理解自己哪里做错了吧。 而且,如果小豆豆因为退学这件事,在心里留下自卑的情节,那就不好了。 等她长大以后,再找个机会告诉她吧。 妈妈这样决定了,只对小豆豆说,我们去一个新学校看看吧,听说那里很不错呢。 小豆豆稍微想了想,说,去也行。 妈妈心想,这孩子现在在想些什么呢,莫非她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出自己已经退学了? 但一转眼,小豆豆就扑到妈妈的怀里,问, 嗨,新学校里也会有很棒的宣传艺人路过吗? 总之,就这样,小豆豆和妈妈向新学校走去。